牛角燒肉吃到飽 加它的全新Buffet 超過40樣品項Buffet吃到飽 還多了甜點味哈根達斯 牛角Buffet的品項有變少一些 因為它的很多小菜或者是湯品 都直接變成Buffet那邊 我剛剛進來看一下 它Buffet真的超多樣的 那我們今天點899的就好了 那這邊用餐120分鐘 點餐90分鐘 那我們趕快直接用QR Code點餐吧 先來點牛角一定要點的牛腹肉 好那我剛剛先去拿它的Buffet的炸物 和它的沙拉 我還點了它一碗我以前來牛角最愛喝的蛋花糖 那我們直接先來吃這些開胃菜吧 先來喝一口湯 海帶蛋花湯 懷念的味道 現在蛋剛好很貴 喝這個開胃 喝這個開胃 還有點黑胡椒的香味 好我們現在來吃它的炸物 帶皮脆薯 哇 它那個保溫香好像沒有什麼保溫的效果 有點偏涼掉 雞軟骨 還不錯只是有點涼掉 馬鈴薯可樂餅 它的馬鈴薯很濃郁 剛剛點的烤起司送過來 那我們先下好了 然後它剛剛的烤肉都送來了 我們先下 我們先來下它的白龍牛腹肉 我們繼續來吃它的炸物 地瓜薯條 它這個地瓜薯條上面有加那個糖粉 吃起來很甜 哇它這個切得很薄耶 它這個很薄的口感吃起來像那種 脆甜 然後甜甜的 蠻好吃的 現在來吃它的長羊雞 這個炸雞還不錯 蠻日式的 蔬菜可樂餅 哇它這個吃起來 跟剛剛馬鈴薯可樂餅蠻像的 它可能放錯了 我們先來沾它的這個起司 我們先來沾它的起司 現在來沾它的越劍 它的牛腹肉就是牛味很重 然後偏油 它的白龍牛腹肉超大一片 先把它剪刀剪一下 它這個越劍 它有加那個甜甜的醬 很讚的單醬 它這個肉就比較厚 肥瘦各半 剛剛最基本的牛腹肉就比較油一點 好我們現在來吃它的沙拉 像以前吃牛角都有吃那個涼拌高麗菜 這邊的話就是全部都用自助 然後它的種類更多了 像我沙拉就拿了我喜歡的美生菜跟羅曼 還有那個炸培根 我以前來牛角就是狂吃它的涼拌高麗菜 現在變自助吧 就是狂拿了 沙拉配上炸培根真的很讚 那我們現在來烤它的牛肋條 那這個一樣是用點的 以前都會點這個 明太奶酪馬鈴薯 馬鈴薯直接加了明太吉 看來超邪惡 明太吉馬鈴薯 它有奶酪跟明太吉 兩個很濃郁的味道 跟馬鈴薯很重的原味混在一起 讓它的層次豐富 吃起來真的超爽 好我們現在來烤液板肉 它這邊的肉都是建議五到七分熟 以前牛角我都專攻鬆扳機 它這邊新版的buffet好像沒有鬆扳機 蠻可惜的 吃起來真的超爽 好我們現在來烤液板肉 還是它的牛肋條 它的牛肋條原本就有那種甜味 不知道是它醃料的關係 很甜 地板肉 嗯 油汁很少 非常紮實的口感 來一下骰子牛 我用叫牛排 好我們現在來吃它的骰子牛 好我們現在來吃它的骰子牛 配牛角泡菜吃 牛角的泡菜真的蠻好吃的 來吃牛角牛排 看起來蠻漂亮 它蠻juicy 很多汁 它buffet有牛角黑咖哩 裡面沒有肉 就是黑咖哩 然後加了一個溫泉蛋 現在配著骰子牛一起吃好了 超讚的 它就是那種很多辛香料 熬煮成的黑咖哩 味道特別濃郁 煎夾肉 豬五花 好 好現在來吃它的蒸籠區 它蒸籠有六種 大概就是這種冷凍燒賣 冷凍水餃 冷凍湯包 還有黑糖饅頭 就是那種buffet都會出現的蒸籠 剛好六種都有 那我就不介紹口感 我就直接吃了 真的是那種冷凍燒賣的味道 牛肩胛肉 牛肩胛肉 也是那種很紮實 沒什麼油脂的肉 豬五花 它有分大片跟小片的 然後我建議來這邊點肉 全部都點這個月健 這樣它會來一堆月健蛋黃 很讚 小片就是油脂肥肉 大片就是瘦肉 要兩片一起吃才會肥瘦剛剛好 那現在來吃它這個 八九九才有的多蜜牛肉漢堡 哇它這個下面是那種茄汁醬 它超軟嫩 還有馬鈴薯 它這個分享就很像一個兒童餐的漢堡排肉 很適合兒童吃 超juicy 它這個蜜汁茄汁很脹 現在來喝它的牛五花辣湯 它這個很韓式 它很像那種加了韓式辣醬的 做出來的辣湯 蠻辣的 它巴貝也有海帶雅湯 但是就是超普通的那種 就海帶雅而已 所以湯還是用點的會比較好 這是橄欖油蒜味鮮科 先沾一些橄欖油 油炸鮮科 很新鮮喔 嗯 很隨便 很隨便 魷魚 法蘭克香腸 來下麻辣烤魚腸 哇 我們剛剛拿了它的小菜區 它小菜區超多董 這些羊麥小菜之前都是用點的 現在全部都在巴菲區了 來吃麻辣牛筋 它這個麻辣牛筋 它這個麻辣牛筋 味道蠻重的 它味蠻重的 很鹹 很鹹 鹹鹹鹹 鹹鹹鹹 鹹鹹鹹馬上 麻辣魚腸 蔥拌叉燒 法蘭克香腸 這個以前也是用點的 它現在在自助區了 很像德式香腸 麻辣魚腸 那個麻辣魚腸 真的很Q的 它一直嚼 很像豬肚 蛋黃醬蝦燒 這個蛋黃醬蝦燒 它那個美乃滋的味道很容易 這個899才有的 可以吃蠻多蝦忍的 我建議要點 好像點這個 哇 烤飯糰 外面烤得脆脆了 有那種鍋巴的口感 很讚 它一個烤飯糰蠻大的 建議三四個人一起分食 不然會蠻飽人 我們現在吃 牛角石鍋鹽味拉麵 它這個899的菜單 有很多那種主食 我們盡量每一個都嚐一遍給大家看 它就是那種很清淡的鹽味拉麵 麵還蠻Q的 有附他這個牛腹肉 還有一個超大的糖心蛋 還有一個超大的糖心蛋 嗯 現在來吃這個明太子鮭魚拌飯 它這個吃起來就很像那種明太子炒飯的口感 只是它加那個生菜蠻詭異的 我覺得應該不用加這個生菜 現在來吃最後一碗牛椒冷麵吧 它這個牛椒冷麵就是那種 外面吃到那種韓式冷麵 它那個麵皮可能有冰鎮過 吃起來超Q彈 它這個牛椒冷麵就是那種 嗯 現在來吃它的甜點 它的甜點就五種 一些絕餅跟蛋糕 還有烤布丁 然後它這邊buffet也有哈根達斯 像以前的牛角就沒有哈根達斯 黑糖絕餅 好 烤布丁 濃郁的布丁 杯子蛋糕 烤布丁 哇 它是那種超綿密的 很像那種雞蛋布丁 滿讚的 好啊 我們吃完了 那我們去外面做個結尾吧 好啦我們吃完啦 那剛剛吃完還逛了一下Lalaport 現在在Lalaport的樓下 那真的是吃得超飽的 那剛剛吃下來的感想就是 他就是把以前牛角吃到飽菜單上 可以點到的一些小菜和開胃菜 然後移到咖啡上面 但是品項變得更多 然後還多了一些蒸籠咖哩 然後還多了一個甜點櫃 和哈根達斯 但他的價錢有變貴一點 雖然他的最便宜價格還是699 但是肉就少了很多 然後在699、899跟1199 我吃下來的感想是 只要點699或1199比較好 因為1199才能吃到隔牛、鬆板豬、橫隔摩 那些比較高級的肉 可是這樣換上下來的話 價位又太高了 然後699的話就比較便宜 但是他的肉的品項其實蠻少的 899雖然有增加一些肉 但是他增加的主要是很多主食 像我剛剛最後吃了一堆主食類的商品 是899特有的 但是我吃下來的感想是 非常的容易飽 而且他每個主食的份量都蠻多的 我覺得要3、4個人來一起sure的話 會比較好 一、兩個人來吃的話 可能沒吃幾樣就很飽了 如果吃699狂吃他的牛胸腹肉 搭配他的buffet的話 還有他跟Dub 這樣或許也是不錯的 整體品項是偏少的 而且以前的牛角我都吃他的松板雞 可惜現在好像他把松板雞這個品項移熟了 蠻可惜的 然後吃完之後 又出來逛了一下Lalaport Lalaport這邊的知名品牌非常的多 蠻好逛的 又在台中火車站旁邊非常的方便 那以上就是 牛角Buffet Lalaport北館的開箱 那這次開箱就到這邊為止啊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次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再見 再見 再見